剛才國民黨中常會當中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確定徵兆是侯友宜選明年的總統 那麼這位是國民黨發言楊志宇 不過這個照片有物質 跟大家更正一下 國民黨發言人楊志宇說了 這次的中常會議當中 確實沒有邀請郭台銘董事長 將會在適當的場合邀請郭 共同展現大團結 有 剛才朱立倫就有說 我們用掌聲謝謝郭台銘 郭台銘在這個四十多天這麼認真 換來的就是一個掌聲謝謝他 郭台銘心中怎麼想呢 另外這一次整個的徵召過程當中 連國民黨的張華仙議長謝典贏就說了 他說如果徵召侯友宜 也會全力支持 但朱立倫要負最後的成敗責任 老實說這個事情 其實很多國民黨黨內的人都不看好 因為所謂的競爭出現 分裂已經造成要團結沒有那麼容易 沈志輝說 如果徵召制度沒有公開透明 一定會產生疑慮 甚至會造成第二次的分裂 昆成議員 所以大家一般用常理來判斷 就知道國民黨這一次明年的總統選舉 是大不妙的 奇怪 不是之前說很多中常委都希望說 如果這次徵召的是侯友宜 中常委要在這個中常委裡面要發言反對嗎 剛剛看完全沒有 所以這個郭台銘應該是點滴在心頭 都輸掉就對了 這些人跟他吃了這麼多次飯 然後聚會也這麼多次 那結果徵召侯友宜之後 這些人完全都不出聲音 那其實如果剛剛郭台銘 有看這一個民視在直播 侯友宜在這個談話的時候 郭台銘已經覺得說 心裡一定五味雜陳 講得這個哩哩啦啦 講得一點重點都沒有 講得一點願景都沒有 這種人要被掙扎為事 當國民黨的2024的總統候選人 郭台銘心裡一定是不怨的 說真的郭董 阿炳在這40幾天來 我看那個造勢活動 當他講的話 他越講越溜 越講越好 講得比剛剛那個還好 你不覺得嗎 剛開始 也是在鳳山那一場 當時我也覺得有點意外 他嘴巴髒得那麼大 然後這個停了好幾分鐘 也不知道做什麼 那後來當然是越講越好 越講越溜 越講越好 但是我是覺得說 國民黨團結今天最重要 其實就是郭台銘 那郭台銘本人 他沒有到現場來 那給他一些掌聲 我是覺得說郭台銘覺得說 我奮鬥了42天 努力了一個多月 那結果只換來這個掌聲 所以你覺得真正團結 是應該請郭董也來 就是說朱立倫 如果真的談好整合的話 就是他去找郭台銘去了兩次 去找他找兩次 如果真的有辦法整合郭台銘的話 其實郭台銘就會來到現場 然後朱立倫一手拉著 郭台銘一手拉著 侯友就說動算動算動算 那這樣不是象徵了國民黨團結 哪怕這個拉起來動算 是一種表面的動作 但是他做到了 對 至少有做到 私底下怎樣不管 對 那現在連這個 表面都沒有 來到現場都沒有辦法 那當然郭台銘 他是有在臉書上面有寫 那臉書上面有寫說是 他祝福侯友宜 那也會幫他 那可是他是說 侯友宜是這個國民黨裡面 這個最強的候選人 那他是國民黨提名的 那可是這個郭台銘 他不是國民黨籍的 所以他不是國民黨籍 他現在是祝福國民黨籍的 侯友宜現在被提名了 那他是五黨籍的 他海過天空 所以才會最後一段 他寫說 他會不會困難 不求私力挺身而出 為人民幸福而戰 為中華民國和平而戰 這是郭台銘 他要繼續挺身而出 我認為他會繼續挺身而出 除非中華民國而戰 因為他認為說 今天只是國民黨提名了侯友宜 那他不是國民黨籍的 他是五黨籍的 那所以說 後面還有很多戲可以看 那我看在郭台銘上面 這個臉書上面有寫 然後有一些人去留言 那我覺得 連世文的留言很好玩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怎麼說 連世文他是說 這個呢 岳飛不是皇帝 但是呢 大家都記得他是千古的大英雄 所以他是把 這個郭台銘 比喻成岳飛嗎 那誰是秦快 誰是秦快 誰是宋高宗 沒錯 這個連世文要講清楚嘛 這個歷史大家都知道秦快 一定是剛剛宣布那個人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啊 宋高宗指的是 宋高宗指的是 剛剛宣布的那個人嗎 那兩個講話就是其中那兩個 對 他說 我覺得 連世文寫說 這個郭台銘 這個他 他講岳飛啦 他說岳飛雖然不是這一個皇帝 但是呢 大家就記得他 所以他是把岳飛比成這個郭台銘啊 所以剛才講了 那誰是秦快 那誰是宋高宗 而且岳飛的下場不是很好啊 大家都知道啊 是啊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連世文 連聖文已經判了郭台銘死刑 這樣嗎 我覺得是判了國民黨死刑耶 就是說 未來的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命運 可能就是跟北宋一樣吧 就開始 今天提名侯友營 就開始是衰敗的開始啦 而且我看 真的 如果侯友已經準備好 我看他都有準備稿子啊 如果他已經準備好了 為什麼被提名呢 應該要講出一套策略 你的兩岸是什麼 國防外交是什麼 那你的這一個 就是大家認為說 你最弱的地方在哪裡 你不是要趁著這個機會 把它講完嗎 完全沒有 都在呼口號 團結勝選 這個希望說再次政黨輪替 就是口號式的東西 你完全看不出來說 到底侯友宜被徵召成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他的關於總統最重要的這個職務 兩岸國防外交 他講了一些東西 完全沒有嘛 彭博講得很好啊 這個侯友宜會面臨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剛才講的 兩岸國防外交 完全不及格 另外一個就是落跑的問題 落跑 那從今天開始 侯友宜就是從新北市長 開始落跑了 那按照這個台灣的這個選舉史來看 落跑的市長去選總統 沒有一個當選的 你說朱立倫之前也是落跑 新北市長落跑落選 然後還有一個是韓國瑜 高雄市長落跑去選總統 落選 那第三個就是侯友宜嘛 現在從新北市長落跑去選總統 我認為他也最後也會落選 來月議員 剛剛昆辰議員講那個 岳飛 宋高中 琴快 瑞德哥直接加碼 琴快跟宋高中 其實有時候歷史我們都忘記了 可是那個系統實在太棒了 真的很誇張 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符合 你看十一姐笑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那個金鐘爆裹 被刺完之後就被 就被利用完了 就被利用完了 後來發現刺錯了 後來發現刺錯 所以接下來這個應該是這幾天 今天就出現這個梗圖吧 他把那個圖 PO在那個金鐘爆裹 換一個郭台銘的臉 然後旁邊有個琴快 旁邊有個宋高中 琴快跟宋高中的臉要換成 那兩個人 那兩個 剛剛講話那兩個人 一個就是主席嘛 一個就是侯友宜 對嘛 昆辰議員講的很極敗 其實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真的就是像剛才昆辰哥 這樣提到的 就是說真的可以看到 國民黨衰敗的開始 怎麼說呢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郭台銘他已經有 郭台銘辦公室有三度發言 表示說 他們沒有收到這個 中常會的通知 中常會的邀請 所以他當然不會在現場 大家會覺得說 有這個 會在另外適當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場合上面 很明顯就是 郭台銘是被排除在外的 阿平說不定很大氣 你把我搖請我來 搞不好啊 你如果不把我搖請對不對 搞不好 這是一種尊重 心情的問題 對啊 那今天為什麼會把這些 縣市首長全部都找來 也是合理化的 我個人認為 也是合理化了 這個侯友宜本人來到現場的 一個原因之一 就是說縣市首長 這個國民黨黨籍的縣市首長 也都到來到了現場 但其實從剛才朱立倫的 朱立倫的這個致詞來 引見侯友宜的這個過程之中 就看見 看見就在在都看出 就是說 侯友宜 他提不出願景 跟提不出台灣的未來 包括就是像洪博 彭博講的一樣 在外交跟國防兩方面 非常的不足的地方 怎麼說呢 剛剛我跟原志議員說 他上台致詞之後 可不可以講久一點 我們聽久一點 我覺得很期待 我說實話 結果大概仔細算了一下 的期望 四分鐘左右 四到五分鐘左右 四分鐘 我先講朱立倫的這部分 朱立倫他一開始 第一句話我就笑出來 第一句他說 除暴安良 我們這個 他說侯友宜除暴安良 那我很想要問就是說 那恩恩呢 還有鄭南榮呢 這是 這叫除暴安良嗎 然後朱立倫又繼續講 就是說這個侯友宜 是一個有宏觀 有遠見的人 但是事實上 我們從上個禮拜 我們是我們的市政總質詢 在這個市政總質詢的過程之中 就可以看到我們在市政建設 連一個新北市而已 新北市的市政建設都做不好 包括我們的警政 我們的治安 不是警察市長嗎 警察市長連治安都做不好 連新北市的治安都做不好 另外還有像是我們的 傅佑議題 還像是我 我還踢爆了我們這個小朋友的 這個虐童事件等等相關的 然後還有我們的交通 我們的觀光等等 這些都看不出你連新北市都做不好 更何況是很保守派的去 這個守住現有的現狀 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宏觀跟遠見 怎麼可能 現在說 你現在說他很有宏觀跟遠見 我看不出在那裡 所以朱主席那一段 promote他的話 本好像是一分半就沒有了 一分半就沒有了 而且也是空話 還有什麼樣的政績 然後什麼做得非常好 堆疊起來說 他就是最適合代表 國民黨選總統 他沒有細數他的政績 他只是講一些這個標籤 宏觀 遠見 然後除暴 但是事實上他所有的事實實 實際上做了什麼事情都講不出來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講 然後另外再回到這個剛才 這個侯友宜講 侯友宜說 為了贏得台灣的光榮團結勝選 這些話換成民進黨講 不是也是一樣嗎 為了台灣的光榮團結勝選 不是一樣嗎 就是官話 就是你沒有 你剛剛講到四分半 台面漂亮話 四分半鐘的時間 我們都看不出來 為什麼要相信侯友宜 我們為什麼要為了侯友宜 來團結 為什麼 沒有講到 就是沒有講到 剛才朱立倫講的什麼宏觀 什麼遠見 然後再回到這個郭台銘 我覺得郭台銘 他真的是蠻可憐的 就是說在這 剛才這個 四十二天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這樣鳴謝會顧了 然後很明顯就是 剛剛還講到什麼團結勝選 完全就是團結已經變成一種鬼話了 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 完全看不到這個 有一個遊戲規則的遊戲 然後就這樣沒了 然後團結 他還講團結勝選 但團結對國民黨來說 真的是一場夢 一個鬼話而已 如果說 剛才這個瑞德哥有講到 就是郭台銘的話 可以信的話 不能信 但其實我也要講就是說 這個國民黨的話 真的也不能信 他講了這個過程之中 這個徵招的過程 完全沒有一個任何的遊戲規則可言 然後呢 今天最後結果就是他們 持續是他們說了算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話 侯友宜的話 朱立仁的話 可能更不可信 我本來想說應該先請月圓志議員講話 但是我想要聽石七姐說說法 最後讓圓志議員說說 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四還是五吧 在新北板橋最後那場造勢活動當中 是郭董的造勢活動嘛 寧人也有趣 好 那但是問題是提的 現在是侯友宜市長 待會兒你幫我們說說 石七姐 剛剛包括這個朱立仁在講話 侯友宜在講話 我都發現你的反應非常的直白 還好啦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因為是既定的劇本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說 其實前一陣子就已經知道說 大概往這個方向走 你不可能不提侯友宜了 所以呢當初朱立仁講了說 這個會納入直話分析 會參考這個市面上其他民調這些東西 其實都只是一個片數而已 內定侯友宜這件事情 看起來果然被印證了 因為市面上的這些民調 郭台銘跟侯友宜互有領先 如果國民黨是真心站在一個 要選票極大化的立場 來做徵召人選的話 我會認為各種民調都顯示 郭台銘才能夠有效壓制柯文哲的指示 那所以侯友宜其實沒有這方面的能量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到最後仍然是侯友宜證實了 國民黨的確是有一個內定的人選 但是無所謂 因為侯友宜是國民黨籍 這件事情就是他的強項 他的起跑點就比郭台銘多五分 因為你郭台銘就不是國民黨員 但是你不應該用這種欺瞞的方式去這個 把郭台銘納進了遊戲規則裡面 然後其實心中早已所屬侯友宜 其實從昨天前天這 接近今天這兩三天當中 郭董心情一定很不好 因為他很清楚他已經被做掉了 對 因為挺郭派出來挺他 本來就是要挺他喔 參會全部取消 取消了 所以郭董心都會覺得說 我就真的覺得我GG 郭台銘其實應該早就要知道一點 就是說當新北市議會把總質詢的時間 往前提的時候 就是為侯友宜個人的量身黨 其實就很明顯了 但是郭台銘仍然按照他原先的承諾 你要人對不對 我給你造事會 一場接一場辦 你這個肚子餓要吃飯 是不是 我請你吃米奇 我展現我的號召能力給你看 然後這個要這個 要民調位給你 對 要入戰對不對 我組織票我各地的議長 我去拜訪地方派系 要團結是不是 我拜訪韓國瑜 我拜訪柯文哲 還拜訪了柯媽媽 也就是說你要什麼 我就做到給你看 可是到最後仍然是 就是徵召了侯友宜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心裡面 一定是傷心難過的 也因此當國民黨 在徵召侯友宜的這一刻 你們其實如果訴求叫做團結 然後要政黨輪替的話 千方百計都應該把郭台銘請到先前 千方百計必須 因為這才是一個最大的 這個象徵意義的地方 要演出來啊 對 你要侯友宜出來 你要團結 你要政黨輪替 其實今天這個場合 可是最棒的場合 對 他也會創造你國民黨最高的聲量 以及最大的團結的能量 可是你辦不到 顯然你力有未但 真的是力有未但 變成了國民黨的大團結 但是缺了一大腳郭台銘 郭台銘的確發文 他說他這個支持這個侯友宜等等 問題就在於說 郭台銘下面的這些支持者 是不是真心能夠放下 我建議大家去看一下朱立倫的臉書 下面一整串都在罵朱立倫 現在已經罵翻了 罵翻天 然後原本郭台銘的支持者 很多人是沒有辦法轉回去 這個支持侯友宜 反而會流到柯 反而會流到柯 這也證實了 果然郭台銘才是有效能夠 抑制柯文哲支持度的那個關鍵人物 那所以你提了你徵召了侯友宜 我覺得就選票極大化的考慮來說 國民黨恐怕有一點失策 因為你提了侯友宜 就使得柯文哲變得更活躍起來 他接下來會六分打綠 四分打籃 爭取他自己民眾黨的選票極大化 反而有可能會去接收一些郭台銘 不選了沒有被徵召之後掉落下來 散落的這些零零散散的支持度 所以這個最大的贏家其實是柯文哲 而且今天在這個時間點 國民黨是宣布徵召侯友宜 民眾黨自己也宣布登記要這個 不過他那個是黨內的領表 然後在520的當天 才宣布 柯文哲會 對他會發表一個他參選總統 對有一場大活動 對有一場大活動 他總是要搭一下 蹭一下520這個特別的日子 對 那不管如何 我會覺得柯文哲現在就可以說 正式的活了過來 過例最大 郭台銘會不會跟他合不知道 因為國民黨看起來還是希望能夠促成侯郭配 但是郭現在心情蕩到谷底 要跟你配我覺得現階段來看不太可能 好 郭就算不跟柯去配 他們兩個只要有一些眼神的交流 這件事情就很足夠了 就很有柯文哲可以接收 郭台銘身上散落 抖一抖散落下來的那些支持 到後來變成是民眾黨背後的金主 他不一定會變 我不知道他會變金主 當然他是很多人期待的金主 但是還有一點國民黨應該要注意的 就是說郭台銘之前去高雄拜訪的時候 他曾經跟國民黨這些議員說 如果我被徵召我會常常來 如果沒有的話我偶爾才會來 說這個對於國民黨的基層來說 其實會是失落的 因為他們對於郭台銘的想像 是你不但來站台 你還可以donate我一些實質的資源 這個很重要 另外是國民黨的議長 他這個難投吧是不是 也曾經講過說 這個如果不是郭台銘的話 就退黨 可是後來他收回來 他就說那就隨便了 反正他就躺著不動 也就是說當郭台銘沒有出現 而國民黨的基層入戰 是用一個消極的態度 隨便你是誰 要動不動隨便的狀況底下 我會覺得反而是處在一個 不太不太妙的狀態 因為基層的動一分跟動十分 跟動十二分 效果完全不同 總統大學要空戰 要不要入戰 入戰超重要 所以當你的入戰是打不動的時候 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你們應該要思考到這一點 入戰打不動 然後又會有流失一些票到柯文哲那邊 然後呢 又喪失了一個 今天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訴求大團結 我覺得有點可惜 廣告回來之後呢 我們開放讓所有的來賓 問問葉源之議員好不好 馬上回來 Louisiana 李懿 澆